唐朝初建 李世民为超度潜水源大战中阵亡的将士亡魂 在唐长安城附近修建了应福寺 也就是如今的宾州大福寺 这座寺院成为唐都长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 也是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一座石窟寺 那么宾州大福寺石窟有何历史地位 其在艺术造型上体现了哪些东西方文化交流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槐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就此做出解答 据了解 宾州大福寺石窟位于陕西省宾州市的清凉山下 开造于唐真观二年 整个石窟群错落蔓延在400米长的崖面上 有供奉大象的大福窟 有为佛教信徒巡礼的千佛洞等 这些不同性质的洞窟相互搭配组合 构成了一所功能完整的崖中佛寺 明代以后因窟内大福造像高大雄伟 而俗称大福寺并沿用至今 我们从现存的130多个石窟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1900多座雕像 那么它的主体建筑 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佛树窟 大佛看上去非常睁眼 它的头上的螺点 它的眉毛 它的嘴 这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福两侧有两尊菩萨 一尊是观世音菩萨 一尊是大师智菩萨 由于这个石窟 它靠近长安 它又修建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加上这个工程浩大 内容丰富 所以它在整个丝绸之路 石窟 群建筑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佛寺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主干线上 东汉时期 佛教经古丝绸之路传入 南北朝时逐渐达到高峰 随唐时达至鼎盛 大佛寺石窟反映的正是这一鼎盛时期的造像状况 因此 大佛寺石窟中也融入了不同时期的佛 菩萨造像 菩萨的女性化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 其服饰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 我们从兵县大佛寺的这些石窟来看 它有很多来自域外的风格 比如说来自印度斯大陆和中亚地区的建陀罗艺术的风格 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佛教的雕刻 它还带有东方艺术的特色 人物的造型 包括雕塑 它吸收了东方艺术 中国秦汉以来 尤其威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一些艺术风格 所以我们说它本身就体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特色 近年来 对宾州大佛寺石窟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大 包括完善机构设置和相关保护制度 铁高保护水平 改善保护核心区环境等 其中 以中德合作保护工程为主的保护维修工程 基本保证了石窟本体的安全 体现了两国专家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智慧与力量 在1996年的时候 中方和德国 巴法里亚 这地方的一些文物保护部门 共同联合对大佛寺石窟进行了监测 维护和维修 那么这项工程对后来大佛寺文物保护环境的优化 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那么国际合作现在也正在谋划 在谋划进一步展开 希望通过交流合作 是大佛寺石窟它的保护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2014年 宾州大佛寺石窟作为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产点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王双怀表示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宾州大佛寺石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繁盛 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如今 中国正大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这是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